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4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世界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到一个新闻 说是有一个老师上课的时候 又忘了这个 结束以后我忘了关这个摄像镜头了 结果呢自己的个人的这个隐私 不雅的场面直播出去了 讲让学生们看个够啊 这个故事发生在就是最近这几天吧 哥伦比亚呀 有一个天主教的学校 就发生这个尴尬的事件 这个物理老师下课的时候 忘了关这个摄像头 现在不都搞这个视频 这个会议视频的上课课程 为了防疫 所以说这个直播都不算什么新鲜事了 随着科技手段的这个提高 自媒体自媒体平台呢 你看那直播有的是 这个说是他上完课之后 他的太太走进来了 他是对他太太很好很亲热 有些动作就觉得不太哑观 一下子就录下来直播出去 其实这个直播镜头关闭呀 很容易遗忘 你打开以后 谁都能看到是吧 一旦忘了 不就麻烦了吗 这个很正常一个事 你像那个 刚才我录那个 一个节目的时候 我这鼻子就有点发痒吗 我抬手刚要一摸镜头一看 已经摄在里面了 我赶快手拿下来了 那当然我这无所谓了 我这政治评论 已经不是上课了 时间没有那么长 所以说这个 为什么我始终没有搞直播 你看我做这个节目 做了好几年了 我给我定位就是 每天要快短多 加强新闻性 因为这是我的长处 而且我通过这个视频 表达我的一些观点 不一定正确 你要如果直播 有些网友给我出点的时候 直播点击率高 而且人家可以和你互动 也可以在旁边有些对话 然后给你赞助等等 赞助我当然很喜欢要了 你有点钱 可以把这个做得好一点 但是你直播的话 有最大的问题 有一些就五毛 因为咱们是政治评论 有一些五毛 他就可以用各种语言来 刺激你 引导你 误导你 伤害你 你很容易讲错话 他不像路播 路播你可以再看一遍 不好就删掉了 反倒十多分钟 也是避免一些尴尬 因为知道自己弱点 不善于演讲 就一辈子都是在幕后写作的 是吧 这都是疫情这个期间 特殊情况下 自媒体发生的 这个为了更直白的 不经过一些人的过滤 发表自己的一些想法 最好的一种形式 但是呢 这个你要是直播的话 可能危险性就大一些了 是吧 当然这也不等于说 以后永远不直播啊 那再看以后情况 我要讲的什么就是这个 个人隐私的保护啊 在现在这个高科技手段发展 越来越啊 这个快速啊 越来越这个啊 这个智能化情况下 确实比较危险 你看那个人人的手 拿一个手机啊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是和这些办案人员打交道 我才明白了 他们要想就是听你的电话 你的手机只要放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房间 你讲的所有一切 他都能录下来 他为什么中共这些 这个制度可怕 不限制人的权利啊 这些官员想整人的时候 非常容易 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拿了手机 他都能看到你 手机的范围内 这些家庭这些隐私 他都能 包括家庭按那些摄像头 你觉得挺安全 你安全也不安全 你看到谁手里 你到加拿大美国 无所谓 他国家司法的独立的 官员不敢 循私妄法 不敢乱作为 你要是专制政权国家 他要整你的话 通通就手机监控 他什么都知道 没有不知道 他爬到你手机上 做什么都 他都可能 所以你看我这个 所有的电脑 我在不用的时候 这个镜头盖 镜头都有一张 紫给它贴上去 因为咱们这个得罪人 整理很容易 是吧 那么回到 刚才我讲这个故事 给大家看看 这是今天 网上的这个截图 这是世界日报截图 不是我的截图 你看 就播放这么一个 不太雅的镜头 没有太大的问题 她是她太太吧 这是不好 为什么 因为她的学生 都是刚刚懂事 16岁到17岁 就对这个事最感兴趣 蒙蒙隆隆的 想做不知道该怎么做 不想做 还有点冲动 好奇 这些学生 一看 活攻图 学生们不断的惊呼 随后放大画面 并拿手机拍摄下来 说这个影片 曝光之后 学校非常生气 展开调查 这个物理老师说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等等 记得上一次 也有这么一个故事 是个男的 他自己也是非常尴尬 那么当然肯定 都不会是有意的了 我要讲的什么 就是注意保护 个人隐私 在目前这个摄像头 泛滥承载的情况下 要多加的警惕 它方便 但也是危险 你不怕你带着这个手机 走来走去 特别是在海外 批评中共的异议人士 到了中共 即将灭亡这几年 这很危险的 他在海外的特务间谍 眼线特别多 他可能就是 有搞一些极端的手段 要小心 你带着手机 他就 正确的知道 你什么地方 很容易制造车祸 突发事件整理 因为他们想 他们知道自己的政权 垮了以后 他们这一生就完了 从天上掉到地下 他就奋力一波 拼死 你看现在 共产党为什么搞这些东西 这么极端呢 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你想他 从毛泽东开始到现在为止 没清算 犯下滔天罪行 假如有一天 共产党垮了 你得把那个党案 敌尾党案 你拿出看一看 你能吓死 你包括 有一些可能在海外 表面是迷命人物 到那时候 你才知道 原来是干这么多 你也低下党 也可能 所以你必须分析什么 你看他反共 没有理由的人 你都要小心 他没有任何理由 反共 第一身很平稳 他为什么动静这么大 整天搞这些东西 这次肯定是有问题 你像我们这样 坐过牢的 不可能不恨共产党 这一点你没有怀疑 就是可能有缺点的 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一个政权 在垮掉之前 他用这个手段 为了自救 他是可以不用 无所不用奇迹 非常极端的 那么现在 这些高科技手段 云计算 大数据 就成了他们的一个 方式 一种行为方式 为什么你看 这个华为手机 现在很多国家不用 这是对的 绝对不能用 这个东西太厉害了 他整天这么捧着 你想你晚上睡觉 也放在身边 他如果是乱有手中的权力 他给你这个 一些个人 这个影片都拍下来 他整你的事很容易 所以他权力不属 制约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这是我由这个 这个视频 忘关这个事 这个扯到这个事 就是要特别的小鲜 尤其有一些 这个女人 愿意包电话 就什么事都在电话里 讲 整天 讲 这是可非常的 不好的习惯 很多秘密都透露出去了 很多事 半杂 都是这个 这个半杂了 我给你举个小例 就行了 你在国内 你比如说 你和哪个人要谈生意 就不是生意 别来谈好了 过去 同个电话都联系差不多了 回去 就签合同了 有时候 因为你这个 得罪人 人家知道以后 你就一个电话 就给你这个生意交了 这个都有过 我都听到很多商场上 一些企业 商业竞争激烈 在这个 公安局 就监听的系统 都有自己的铁哥们 用这个东西 做生意 打击商业伙伴 这个寻思妄发 其实案例太多了 越小的城市 遍远城市 黑龙江啊 这遍远的地方 越狠越狠 我跟你讲 因为什么他天国皇帝远 谁置地不了 那官员 一个小乡长 小县长都了不得 是吧 你看那个 经常都有一些人 你甚至这个 内斗啊 家庭内斗 他都找公安局 人监听电话 你想想 到什么地步了 所以说这个 这些东西 确实要小心啊 什么视频啊 什么这些音频啊 这些东西 真是 人们就是感谢他 给自己提供了方便 也什么 也会招致 有的时候灾难啊 你看现在 动不动 网络上发那些 这个这种 匪惟啊 这种故事 画面 新闻 那不都通过 这些手段 是吧 你拿我的证据 我拿你证据 由于这些科技 手段的提高 任何人之间 已经过去那个年代 温馨的 互相信任的 那种感情 荡然无存 你越来越感到 悲哀 就是说 就是没有 没有意思 活得没有意思 谁都不相信谁 所以这是社会 一个弊端 就很难讲了 那么今天呢 海外期待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下次再见